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视率就达到了0.6436 并且荣登卫视收视榜 接连开播三天后 更是实现了双榜登顶 其中包括电视剧热度榜冠军和卫视收视榜冠军 长乐曲从主演到配角 演员阵容虽然大多以年轻人为主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流量艺人 但还是能够在众多新剧中脱颖而出 与剧组宣发有很大关系 在剧里 邓恩熙扮演的是严辅庶女言姓 从小就习得一身断案的本领 本来志在探案伸张正义 结果应差扬错替姐姐出嫁 与丁与熙扮演的那位辅大格林沈渡成婚 两人先婚后爱和双强的设定 以及携手破案促进感情升温的剧情 虽说早已司空见惯 但在两位主演演技的加持下 史俗套的故事情节多了几分新鲜感 尤其是丁与熙的演技 更是备受观众好评 在众多戏份之中 她的眼神戏进步之大 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两人在拍吻戏时 丁与熙全程没有台词 却能够从她的眼神里明显看到眼神在拉丝 不同场景下 眼神里又能通过细腻的演技 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情绪 在诠释令人闻风丧胆的主角设定时 丁与熙全然抛开字牙咧嘴的装狠 选择云淡风轻的方式 通过眼角细节刻画横力 风雪之中回忆起来路的落寞 喝醉之后红了眼眶的情不自禁和悲情 都被丁与熙演绎的细致入微 不仅是在剧里 戏外的丁与熙盯着邓恩熙 眼神看上去又黏又深情 仿佛在她的眼里 当下就只剩下邓恩熙一个人 两人在拍摄时尚大片时眼神交汇 对视带来的心动画面简直不要太好客 在录制节目期间 两人互相咬住玫瑰花更是将暧昧氛围感直接拉满 邓恩熙在节目中更是毫不避讳地称呼丁与熙为哥哥 并通过镜头展示对方送给自己的可爱相机 相较于剧里CP炒得火热 戏外却形同陌路 各自不沾边的演员 像他们俩这样大大方方公开营业的艺人 实在是难得一见 对于他们而言 积极营业并不等同于假戏真作 不过是长乐曲的甜蜜售后罢了 相较于几乎零宣传的四方馆 差距也一目了然 四方馆清喜剧的风格 本就是和观众当作下饭的电子榨菜 剧里的演员从谈剑刺再到配角 本可以凭借该剧再添人气 事业更上一层楼 奈何后期宣传不给力 也让该剧热度一降再降 反观长乐曲 不仅主演阵容积极营业 而且还十分配合 默契十足 让观众尝到了一条龙服务的甜头 想弃剧都还有些不舍 也正因此 丁雨昕的演技才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随着该剧热度攀升 丁雨昕除了演技 其身材也受到了颇高关注 身高一米八一的丁雨昕 在剧中的装造又帅又拽 每套造型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再加上她那张冷俊英气的脸庞 一看就是身材很好的样子 不曾想 丁雨昕只是身材保持得很好 苗条而且没走样 却不见健身后的肌肉傍身 就连腹肌也成了奢望 网友见此情形 心里难免产生落差感 并直呼其身材实在不敢恭维 毕竟在久悟小声行列里 身材好的不计其数 在运色过浓里的她 解开衬衫后映入眼帘的 白花花的一片 也让不少网友滤进瞬间破碎 丁雨昕也不算白白出演 直接向观众印证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并非所有瘦子的腹肌 是瘦出来的 他们也为此付出过汗水 近日 年轻演员邓恩西 因在新剧中的表现引发热议 尤其是她的荧幕初吻对象 正是备受关注的丁雨昕 这一消息迅速在网上炸开 成为了众多年轻粉丝心中的话题焦点 何以成就这场浪漫的荧幕邂逅 我们来一起探寻一下这对新CP的故事 邓恩西 这个名字对许多剧迷来说并不陌生 通过一系列充满个性的角色 她逐渐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而丁雨昕则凭借其清新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 早已成为当红小声 圈粉无数 两人首次合作的电视剧 成为了无数人期待的焦点 不仅仅因为剧本的精彩 更因为两位主角之间的默契与火花 在电视剧中 邓恩西与丁雨昕的角色之间 早已埋下了许多微妙的情感线索 故事围绕着成长与爱情展开 透过年轻人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努力与坚持 展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青春画卷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恩西的初吻 与丁雨昕的精彩演绎 不仅仅是剧情的推进 更是观众心灵的共鸣 对于邓恩西而言 这场初吻可以说是她演绎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许多明星在成名前都有过难以忘怀的初吻 而对于邓恩西来说 这一次也是对她演绎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通过这次亲密接触 她不仅展示了年轻演员的勇气与真诚 也让人们更加期待她在未来带来的更多惊喜 从这一幕中 我们仿佛能看到 她已经在成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丁雨昕的参与 无疑为这场初吻增添了不少看点 她的演技成熟 塑造角色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两人在拍摄过程中 相互鼓励 携手面对镜头 构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默契 故事的发展让观众一次次屏息以待 最终满怀柔情的吻也迎来了剧情的高潮 令无数人感动不已 社交媒体上 关于邓恩熙与丁雨昕的讨论已经开始蔓延开来 网友们热烈讨论着这段情感的合理性与美好 许多粉丝为两人的合作感到兴奋 纷纷发出CP感满满的感叹 甚至有人开始设想 如果在未来的剧情中 两人的角色能够延续这一浪漫 是否会再为大家带来更多感动 邓恩熙和丁雨昕的魅力 不仅在于他们个人的表现 更在于他们通过这场荧幕初吻 向观众传达了真挚感情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渴望爱的相互给予与珍惜 而这正是剧中所体现的命题 经历了这一幕后 邓恩熙无疑拥有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可 这场初吻的成功 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肯定 也是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激励 他的每一个新角色 皆将成为观察他成长轨迹的窗口 而这一吻则成为了他蜕变的标志 总之 邓恩熙与丁雨昕的这场荧幕初吻 不仅是一场浪漫的邂逅 更是他们共同书写的新篇章 年轻的演员们正以自己的努力与才华 编织者属于他们的梦想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动人的瞬间